各位观众朋友们,小编太激动了,5月17号对于其他人来说,可能只是一个普普通通不想上班的周二。 可是对于我们综艺女儿来说,可是一个超级重磅日,被捂了一个春天的浪姐三的阵容关线了,姐姐们终于要出来新风作浪了。 对不起,错了,是姐姐们终于要出来乘风破浪了。 2.22年的内地综艺市场有多无聊,姐姐们出来的消息就有多激动人心,全阵容关线当天,就喜提107个全端热搜,这也忘不到头的热搜词条。 让小编感觉内地综艺的惊涛骇浪已经在叙事了。 看了如此炸裂的阵容,小编真好奇芒果TV到底使用了什么魔法,让这些女团顶流。 舞蹈艺术家,奥运冠军,天后巨星都来抢姐姐的名头。 这次随着阵容关宣,节目也宣布定到5月20号播出。 你们看节目之前,不如跟着小编一起先来预测一波这一季的翻红名单。 对不起又错了,是预测下这一季的出道名单。 第一位,郑秀媛,前少女时代成员。 如果爱斗剑有六边形战士,那郑秀媛一定是。 无论是颜值,唱歌,舞蹈还是台风,拿出来都是业界天花吧? 她三年没有参演舞台。 各地粉丝都表示空窗期至今无待餐,可见她的地位有多无可取代。 不少粉丝调侃她此行,就是来将内衣流量一人做人的。 作为观众,小编最想看到的,当然是她能以一己之力,将内衣捡起来越卷,观众越有眼福。 但是郑秀媛此次姐姐之行,也颇具争议。 为了避开宪韩,令她以美国国家韩国族的身份参赞,在韩国国内引起不小的舆论风波。 可是霸气卡姐,不仅没有回应并直接将微博简介改掉。 她还是一个中文爱好者,在不同场合都演唱过中文歌曲。 拥有如此强大的颜天赋,小编相信此次姐姐之行很快能失业,让我们好好期待她的出舞台吧。 第二位,王心灵,40岁的国民甜心,她一出现就无数人追着喊着言轻回。 毕竟没有哪个90后,淘涂过睫毛弯弯的当年,王心灵也是参加唱歌比赛出道,一首灰姑娘的眼泪,凭借唱跳居家的实力,稳坐甜心教主的宝座。 不光是歌唱事业,当年的王心灵演仪事业可是处处开花,微笑Pasta天国的假衣,一众顶流偶像剧。 年轻时的她还是男明星收割机,贺静祥,林静杰,明道,立威廉,严陈旭,周一鸣这些你喊得出名字的大帅哥,就没有她没合作过的,小编一整个大羡慕。 出道20年,王心灵也曾一度被各种负面心愿缠身,经历过很多娱乐圈的枪林弹雨,香烟弥漫的厮杀,如今走入浪姐,相信在男的挑战对她来说应该都是小场面。 当年跟她在台湾并称甜心的杨成林,去年在浪姐2可是掀起了不小的浪花,相信这也为王心灵参加节目,增添了几分动力。 从目前路透看来,王心灵状态十分不错,小编很期待她的回归,能给我们苦涩的生活加点甜。 第三位,TWINS。 第一首下一站天后让她们多年稳坐天后宝座,尽管后来小编去过香港之后,知道天后是一个地铁站,但是丝毫不影响她们在小编心意的天后地位,两人也是一颗痴然少有的珍奇识感的姐妹花。 这么多年,减赞传闻不断,是坚持没有单飞,如今要各自参赞,在一个舞台同台竞技,多少还让人有点期待呢? 各是两人只有一人宠话,那是不是就变相单飞了?这里还有一个劲爆八卦,小编不得不提,阿娇的前男友是郑秀妍的现男友,在郑秀妍众多负面新闻中,就有一条是被爆炸组阿娇变情,虽然时过近千多年,但是前任现任同台,这场面,小编想想就能脚趾扣出一个眼波厅,边扣边期待发生点什么,只能说,搞事情还在芒果台。 第四位,塔威威,毫无疑问的实力派唱将,可以说在一起曝光的29位姐姐中没有劲品,作为大vocal独一分乐的存在,能够对标的大概只有第一季的阿朵姐姐了,毕竟她唱的都是这样的歌, 背着那太阳放映, 还有这样的歌, 以及这样的歌, 出道名单没有她,小编定是不服气, 第五位,时代姐妹话故里, 对不起,今天小编精神有点恍惚,老是搞错,是郭彩杰, 但是小编相信,每个人看到郭彩杰第一眼,脑海浮现的都是故里, 这个形象实在过于深入人心,让郭彩杰不管是上吐槽综艺, 我说有,能把我剪掉吗? 还是情感宗,但是却败给生活,或者是推力宗, 都让人期待她被泼红酒, 如今,她回归本行,作为了歌手身份, 说实话还挺让人意外的, 毕竟早年间,她也有过不少的音乐作品, 相信会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感觉, 第六位,唐诗义, 中国歌舞剧院首席,国家队成员, 国内大法女能知道的舞蹈奖项她都拿过, 别人家的粉丝撬了打鼓, 进度自家姐姐乘风破浪, 只有她的粉丝,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开始闹, 对于自家的仙女下凡十分不满, 生怕自家仙女掉落泥塘, 这小编就不赞同了, 在参加姐姐前,唐诗义就做很多的跨界合作, 也因此拥有了很多年轻粉丝, 这次参加姐姐绝对的一次破圈的旅程, 说不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, 作为路人,小编可是一整个大期待, 第七位,太子妃张天, 当年凭借一部狗血, 廉价离奇却又让人沉沦的太子妃生殖剂, 一夜爆红, 最近也参演了大热剧雪中汉刀行, 就连吴静杜为她打扣, 小编觉得她都有女团风范, 可塑性极强, 看好她在节目中走一个养成的路线, 说不定就能在姐姐的舞台迎来新的蜕变, 除了这些姐姐, 还有唱片销量曾超过邓丽君的迪斯科女王张强, 真正的跨界姐姐奥运冠金徐梦桃, 以及前两季回归的冠金, 那一和宁静光是想想就迫不及待了, 其实乘风扑浪就像一个食材的加工的节目, 就是凭借导演组这双巧手, 生生炒出一份份色将为俱全的高级料理, 让小编不得不感慨, 综艺人们的感想感为, 乘风扑浪作为今年内地唯一的一个选秀节目, 小编掐指一算, 芒果TV又将稳作今年夏天综艺市场C位, 无人敢与她叫板了, 既然如此, 照我们一起期待姐姐们在这个国内综艺最高舞台, 发光发热吧! 我会变哭着又变笑着去有你的地方, 只为心跳着任性着和你一起躲, 我要大哭着又大笑着去有风的地方, 总有一朵花银在我骄傲的脸上, 去吧! 去吧! 啊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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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!